150块钱买了一个大鱼头 今天炖个鱼头吃 把鱼头划两刀,这样炖的时候便于入味儿 切点葱姜,把鱼头提前腌一下 这样可以去腥 让它入腥味儿 加点料酒 胡椒粉 放入盐 准备点葱姜蒜,一块儿五花肉,切点五花肉丁 锅里边做点油,把猪肉粒先煸一下 把这个蒜子姜丁炒一下 放入葱段 花椒、大料、干辣椒 炒进去,一勺黄豆酱 加入点生抽 盘入点料酒 加入米醋 添入清水 开锅以后放点老抽,调一下颜色 然后把鱼头放进去 汤里边调入盐 胡椒粉 来点白糖 里边再来点十三香 来点大鱼头 大鱼头这个肠肉吃了 鱼肯定小不了 鱼肯定小不了 这头是5斤的 小狗弄猪吧 我就炒鱼翅 十大几斤的鱼肉就炒好味儿不? 人家都不主要做翅翅昂? 行,你头也不吃我不炒 这个是什么鱼哩? 千岛虎 千岛虎,大鱼桃 这个鱼比让人从市场卖的那个贵 就30多斤 千岛虎是鱼里面还是红里面? 接出来 自己拍一个,那挺多顿 肉质好? 嗯 肉质好 你忙我忙 这是那个掐住 口面那个掐住 这个东西,好也好,累也好,怕比较 一比较,弄比较 哦,好吃,这个肥肝 这味儿也行喽 好处昂? 嗯? 咱们吃我门套 不是 小子也够挖昂 够挖昂 够挖 还是白酒的,冬天上放着热乎 咱们能喊出来 能喊出来昂? 你尝尝,两天我喊那个 那个也赖 那是没喊出来 不得当时去走 这生天的是不是赖的快啊? 我羊上去管 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远 感谢支持,如果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